我是这所监狱的二当家 关押着全世界最恐怖的罪犯 里面有力大无穷的大娃 刀枪不入的三娃 口吐烈火的火娃 气吞山河的水娃 还有被女生的紫娃 统统都被我给抓了起来 然而 今天我却收到黄市长的邀约 给他的女儿看病 齐大师 您终于来了呀 黄市长对我们势力有恩 接到你的电话 我就立刻赶来了 爸 您这是老糊涂了吗 你怎么找了个看铁门的 来给我妹妹看病 出口 你懂什么呀 还不赶紧过来 给齐大师问好 什么齐大师 这么年轻一看 就是个江湖骗子 爸你可别上这小子的当啊 爸 你是不是搞错了 他我认识 他就是个看铁门的 哪里算得上什么大师了 是啊 小子 我不管你是怎么骗取 我爸的信任的 你最好有点真本事 否则 混账东西 不得对齐大师无礼 齐大师信得过 齐大师还请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我那身犯重病的女儿 二当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说完就来到了黄文郎女的房间 只见一个男人 正在为黄情歌针灸之内 看到了没有 这就叫专业 他可是鼎鼎大名的杰克逊 医学界的专家 住手 你再这样扎下去 会害死他的 你这样的治疗方法 只会让他心脏病更加严重 加重他的自杀倾向 哪里来的土包 我堂堂医学界的专家 行医治病哪能得到你一个预警 在这里指指点点的 黄市长请你让这个人立即出去 齐等贤 你自己没本事就算了 拜托你不要在这里划重取丑 我小妹的命可比你金贵一百倍 所以请你还是不要在这里捣乱了 黄市长 这么说 你是不相信我二当家 说的话了 齐大师 我相信你 但是 齐等贤 你有几斤几两我还不清楚吗 如果你真有这个本事 怎么可能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预警了 行 你们既然要拿人命开玩笑 我也不阻止了 出要事 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 齐等贤 你说话有点过分了 居然敢咒我妹妹 来人 给我把她拖出去打断她的双腿 住手 齐大师 你还是走吧 这次就当老夫欠了你一个人情 谁知二当家 刚走到楼下 黄市长的女儿黄情歌 就在杰克逊的脸上留下了几道血液 随后就说了一句 妈妈 我来找你了 随后 就撞碎了玻璃 飞出了窗外 一道身影 从天而降 直接被二当家给接住了 美女 有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非要跳楼 爸 妹妹让那个玉警给接住了 什么 她救了我女儿 居然还真让齐大师这说中了 赶紧回家去吧 我得回我的监狱了 齐大师且慢 没想到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